下面 这是世尊接受观音菩萨的气息 谓一种说法 佛告观世音菩萨 我与苏婆世界有大英明 你看看 世尊乘遍在这里先对观音菩萨一番称赞 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很深 佛不渡无云之人 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借法语 这个意思 我们要清楚 借法语 不可以借情语 那个情一生 麻烦可就大了 生生世世 纠缠不清 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要受长届的苦暴 决定不能够干 借法语 法语是把佛法介绍给他 帮助他认识佛法 帮助他理解佛法 帮助他修学佛法 这个叫借法语 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 这个里面决定不深爱政 这个就是法语 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 有讨厌 这就变成情愿了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多多少少 自无一来 在家出家的大德 给一切众生的借云 把法语的转变成情愿 都堕落了 太多不太多了 所以大臣菩萨 那有相当的定辉 反而不如小臣 小臣说 他不讲经不说法 他各社会大众原理 所以独善其身 他不容易夺到 大臣菩萨跟大众在一起 所谓活光同臣 如果自己没有定会 自己不能住在念佛三昧之中 依旧随顺 烦恼吸气 来由不多落 那么讲经说法 修一切善事都变成有漏的福报 纵然我们发行求善 实在样也不是容易死去 那个善是不是真的善 各位如果念过辽凡思绪 辽凡现在讲得很好啊 善有真善有假善 有大善有小善 有偏善有圆善 他讲得很多啊 你懂得哪是真善 现在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人 真真想做一点好事 由于没有会议 不认识真正的佛提 反而拿着他的财力 物力 就造一切罪过了 纵然不是有心的 他的心里是想求善 结果变成了我 他虽然没有罪啊 他要顾悟啊 要看他造作最后的影响 如果影响很重大 还是有罪 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 如何能够辨别呢 唯业的方法读诵大臣 我们对一切事物才能看得清楚啊 现在有许许多多人 都以为建道场是好事情 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 也叫我们建道场啊 修宣就有的道场 功德都很大了 可是你要想到道场 他有没有道呢 不是说建一个寺庙 那就叫道场了 可是他有没有道啊 如果没有道 你在那里建立 让许多人让许多人去争 去争夺 让他们那些人去造罪医 你也没过失 这个不能不谨慎的 所以我一生对这个事情 小心谨慎 不敢做这个事情啊 移除了之后 这个道场人多了 每一个人都在这就争权夺利 这变成造作罪业的出错了 不辱不作 所以我常常劝人 印金不识 这个没有过失 我们一生间 人家拿去卖 卖也好 有人买 他就有人读嘛 这个没有罪 没有罪过 只有好处 没有罪过 这我们必须要清楚 要明了的 实在讲 这些事实 我们稍稍留意 都能看得很清楚 自己要常常反显 我们造作的是功德 还是罪过 那么在说法里面讲呢 就是如法不如法 这是我们要重视的 决定不能够感情有此 那么今天 我们在新加坡 居士林这个道场 我劝几位同修发心无耻 这个是我学佛 四十多年来 头一次了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 这个场景的有道 有道有学 所以你护持是功德 是好事情啊 如果这个里头没有道 没有人无法的羞食了 那护持这个地方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观察 他们所想的 所说的 所做的 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 经理是标准啊 拿这个标准呢 我们去衡量自然就赢得了 用不着却为人 我们在这夜深短短的数十年当中 遇到这个机缘呢 做一点好事情 这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那么佛在此地 这是顺便承扎观影菩萨 观影菩萨 与这个娑婆世界 也有大姻缘 跟地藏菩萨一样 若天若拢 若难若女 若神若鬼 乃至六道罪苦众生 文如名者 尽如行者 涅目如者 赞叹如者 世主众生 于无上道 鼻步退转 长生人天 举手妙落 因果将熟 与佛收起 那么这一段是世尊赞叹观影菩萨 观影菩萨 与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有大姻缘 这个世界 包括苏婆的设法界 范围很大了 设法界的众生 尤其是六道罪苦众生 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 当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 只要一心趁烈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脱离 灾难了 这个话 我们乍听起来 好像是明信 其实 它确实是有理论根据的 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 一心趁烈 才能够把灾难化解 灾难是怎么形成的 是一些恶逆 恶习 波动现前的现象 一心趁烈 你这个心是清净平等 你发出这个波 给那个起伏不定的那个波 互相干扰 如果你这个波的力量强 你干扰它 它不能干扰你 这个清净平等的 就把那个恶逆恶习的波 把它拉平 这个灾难现象的化解 道理在此地 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说的没这么清楚 他们发现 整个世界 在过去讲 还有物质 现在说法的时候 物质根本就不存在 物质的现象 是波动现象造成的 所以一心趁烈 这个波是最好的 一心就是一真法界 真心 所有一切波动是旨性的 我们用真心 把那个旨性就化解了 灾难就出了 一真所信的 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 是安定的 和平的 吉祥的安乐的 我们要细心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道理 然后佛在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 我们就肯定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样做 真的是有效 这个就是得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世间人家 佛菩萨保佑 你自己不能到一心 那佛菩萨加持不上 你自己念到一心 就跟祝佛如来感应大教 就这么个道理 至于佛法里头 确实没有明显 那么此地说 文明进行 这个是语言 念慕赞他 念慕是向佛菩萨学习 赞叹是称阳诸佛菩萨 就是 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 我们讲的弘法利生 这个赞叹是弘法利生的 念慕是一教修行的 那么由此可知 这样的人 确定是由善根福德 文明建行是应远 他是善根福德应远居足 属于这样的人 于无上道必不退转 这是讲他的国报 常生人天居受妙露 这是还没有发心的 求出力六道实际 还没有发心 他在这个六道里面 受人天妙露 绝不躲善火道 也不会生在阿修罗里面 孙阿修罗虽然是享受享乐 但是早夜 他的佛报想完了 必一定堕落 人天灵灵灵 一定遇到善友 遇到郝老师 给他做正常人 由善根福德 遇到善知时 他都能够生信心 他都能够生信心 能够理解 能够移交奉献 这是圣音 因果将熟 这是真正之物 祝天上人间佛报 有了不可可以休想 相福没有不早疫 不知不觉之中早疫 所以他能够 始于其自己的佛报 更修净土 那就又佛受寂了 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当中 这都是祝佛如来所讲的 末发时期唯有净土成就 净土顶重要的是心清净 昨天我们在飞机上 报纸头条新闻 英文报纸里报道的 新加坡经济率退 预测明年春季比现在还要困难 政府提醒 人民要做心理上的准备 那么这个说法 我们很早就曾经提出 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迫 我们如何能够自处 从前李老师说 唯一的方法 念佛求生净土 他这句话是真实教会 求生净土必须万元方向 求生净土必须万元方向 不断在现前这个时代吸引我 无量界中也难得有这么一词应援 我们要懂得 我们在海外过地去走走哪个地方都求我们 哦 法师你在这儿常住啊你在这儿讲经啊 对我们你要想的那是破坏这个道场 一个道场书生能够拯救整个世界 这个道场破坏了的时候 全世界人遭遇了 这个道场的时候就像电台发泄太阳 他正在发泄平静的思想过往 产生很大的力量 你把这个人统统拉出去 四生五三 都都分开了 每一个道场的时候 力量都很薄弱 不能不能办事情 与这个灾难没有帮助 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应将全世界念佛人集中在一起 产生一个大力量 但是世间人的感情 哎呀你在新加坡不在我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办呢 因缘嘛 过有因缘嘛 并不是偏爱哪个地方 哪有这种道理啊 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住 这个世间人都是感情 都是为自己 在我这里办 最好在我家里办 你小的那么不潜心 在我这个国家还不行 在我这个神 在我这个世 最好在我家里 这怎么能出得了三界呢 怎么能脱离轮回呢 那行量太小了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觉得那些人热情很可爱啊 我们也很感激 可是绝不能上当啊 绝不能听他的 那我们以众生把整个众生 整个世界安定和平为目标啊 这大的能包括小的 小的不能包括大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无尽之大慈悲 灵敏动身 即天龙跋步 听悟宣说地藏 不思议利益之事 那么在这篇经里面 这是观世音菩萨出来替我们起起 观音菩萨的慈悲 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 都是灵敏苦难众生 天龙跋步 要不闻经说法 也造罪 那么这个下面 这是 教导 观音菩萨 说在也就是教导与会的大众 听 地听 吴是世尊自成 在宣扬 地藏 不思议利益尊 吴到地听 无尽说之 观世音云 为然世尊 愿要与往 这个句句不必解释 下面是世尊为我们大众宣扬 佛高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代表 未来现在住世尊 由天人受天佛进 由五帅向心 或由堕于悟道之者 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记住 这是说明一个四十真相 分天 天人有富享尽的事 富享尽呢 那就死了 那就死了 这说明是天上人寿命长 但是不能不死 六道通通都有生死 两种生死都居住 分断生死 变异生死 纵然到飞翔飞飞翔天 还是要生死 这个就是不究竟 有多少人希望生天 天不究竟 不但天佛会享尽 天人有生死 而且天人还有多无道 从天上 天上受命尽了之后 动三个道 这是四十真相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这个诸杰里面 前面这几行说得好 我们念一念 三界诸天 过程序业 三界是指 月界有六层天 四界有十八层天 五四界有四层天 总共二十八层天 怎么升天的呢 过去身中所修的 也不一样 三天都是修善业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 舍善业道 死无量心 这是你升天的条件 那我们今天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在人间 屋 舍善 有没有做到 各位同修 要在佛法里 得一点成就 决定 这一生 决定 不能够去做 损人利己的事情 决定 不可以做 决定 不能有 害人的念头 当然 更不可以造 损害别人的死 不能造 在任何场合当中 口不出味 这基本做人的道理 我们要 要回 要能够做到 如果再能够 灭裂能利益中生 能够学及为人 那你就修及福德 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 齐心动力 为社会 为人民 为一切众生 你的前途光明 纵然不知道往生进度 只要定身天 享受天赋 佛经里面讲的善物 最福 一定要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地藏经 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 我们常常读诵 常常思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力 其心动力 严余造则 有没有毁犯 你读诵当中 节点自己的心情 这叫真修行 如果有毁犯 要真正忏悔 你开过 你开过 决定不能复杀 不可以隐私 隐私的 你的罪业就重 你那个罪业 越急越重 你要知道 忏悔 要真正 该过 决定不要占人 一点点的便宜 没有好处 你占人家的便宜 来生还要报偿人家 后避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我们生活的受用 越简单越好